下面這張表格 第一個 那 那個什麼 血漿 血漿或血液的人經過腎臟的這個體積 為什麼這麼大 是因為 是因為以一天 來計算的 24小時 然後留意一下幾個指標性的 剛才講 蛋白質葡萄糖 這個非常具有指標性 因為你在做尿液檢查的時候 應該就有這兩個指數 對吧 就是血液當中主要糖的指數 跟那個血液當中尿蛋白的指數 對不對 那 我印象中比較貼心的 健康檢查的數字後面還是前面 通常才會給你一個參考的 就是它這個範圍 比如說要接近頂 或小於多少 或者是在哪一個範圍裡面 應該都會告訴你 那你判斷一下說 你現在驗出來的這個數字 到底正常還是不正常 所以尿蛋白的指數基本上是不可減出 所以理論上就是要逼近於0 這才是正常的 那尿蛋白 偶爾出現綠液當中有蛋白質 這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腎小管的工程是正常的話 它應該是要100%可以再吸收 然後葡萄糖也是一樣 葡萄糖有極限 所以剛剛講的 如果你現在血糖的濃度已經超過180了 這時候已經超過腎小管的工作能力的極限 這時候出現那個糖尿的現象 當然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是調節血糖的那個環節 也就是那個 胰島素的分泌出問題了 然後或者是你身體的胰島素的受體出問題 才可能會導致那個糖這個 血液當中的葡萄糖濃度過高 然後能超過腎小管的處理的極限 所以這時候真正第一時間要去處理的 是那個 胰島素或胰島素的受體問題 而不是腎臟這邊的問題 是你之後用這樣經常性的高血糖 然後老是讓腎臟接受這麼沉重的負擔 那超久了它也是會壞掉 所以腎臟後來出現毛病是因為它是受害者 它不是病因 這樣知道英國觀講 然後所以這兩個指數 就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你看這個納離子跟甲離子 有沒有 納離子跟甲離子 納離子跟在血漿當中 它平常的濃度就大概是甲離子的20倍 有沒有 所以納離子你看這個回收率 它最後在尿液跟 納離子跟甲離子在尿液當中的殘留量 其實是差不多是相等 可是如果你是回歸看它們血漿當中的濃度的話 其實本來就有大概20倍的落差 所以納離子的回收率非常的高 可是甲離子呢 甲離子基本上因為需求量不這麼多 所以它在遠區消款的時候才有可能是要去做分離一下 好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就是尿素 尿素的話你看 血漿當中雖然有53 可是最後在尿液當中卻只有25 表示什麼 我根本沒有心乾淨 我根本沒有心乾淨 因為有一些在即將正式被排出之前 還有可能被拿回來利用一下 所以不是因為我們要留下它 不是應該說不是因為它不想要被排泄掉 而是因為我們可能會暫時先拿回來 這個作為引導水分再吸收的一個策略這樣子 好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尿酸 尿酸的話應該知道 我們尿液當中的尿酸濃度不移太高 好不好會有什麼問題 尿酸如果碰到太多的鈣離子 會容易產生沉添物 對不對 大量的沉添物或大顆粒的沉添物 你看這個腎小管的管徑這麼窄 這可能會造成阻塞 然後 吸收乾是吸收代謝的物質 一般來說它的排除的標準就是700% 然後碳酸清根也是一樣 我們講碳酸清根基本上在尿液當中殘留量很少 可是不代表碳酸清根這個眼淚 基本上對我們是有實質的用途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可以去再吸收它 然後去引導水分再吸收 然後到時候再統一教典碎 再去處理碳酸 而是二氧化碳的問題 好 所以這張表格留意這一些 瑜伽指標性能 好 然後接下來就看後面 360度那邊給你參考 好 那個是有關評估腎臟功能到底正不正常的一個方式 好 然後我們直接看261頁 接下來看整個調節 因為這邊目標重要 因為體液的調節的部分呢 它是一個主要的終極的目標 我們並不是針對特定的尿液的形成 或血液的過濾來去做調節的 好 所以有關體液的能力 我們身體水分的總量平衡的問題 有參與瞭解的激素 包括第一個 全不同 或者叫做跨物性皮質素 有一些書把它翻譯叫做流言激素 好 三個名詞 純粹是翻譯的不同 然後 全不同的話 因為它的分泌的部位 第一個 這裡可能要開始背了 因為我們在消化系統 一定有講過一些的 全不同的分泌部位是 聖上線皮質 然後它主要的作用對象是 遠區到行鑰這個地方 可以促進遠區小管 然後再吸收納離子 順便帶動水分的再吸收 所以那個水分是附帶的 主要是針對納離子而來 可是對甲離子來說的話 它卻是促進甲離子的分泌作用 好 這是第一個 然後 接下來 血管收縮出了 OK 這個是它的活化系 它經歷兩個階段 血管收縮出 然後先轉變成血管收縮出1 然後再轉變成血管收縮出2 好 然後這個基數 基本上呢 是甘所知道的 好 所以 甘藏也有參與內分泌的這個作用 而它的主要的作用是 促進納離子的再吸收 促進氫離子的分泌 所以解決血液可能太出來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 抗飲尿激素又稱為血管加壓庫 先關閉了 大家看過了 好 所以現在會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基數 一個叫做抗命藥基數 另外一個叫做摧殘素 這兩個技數 在神經系統上面有它的重要性 好 但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去看它的對於 腎小管的作用的話 它可以促進那個 腎小管或者是急尿管 對於水分的再吸收 它可以促進那個管壁對水的通透性 然後如果它作用在那個血管的話 可以促進血管收縮 所以血管加壓庫 所以促進血管收縮 也可以促進腎小管壁 增加對水分的通透性 好 然後第四個 這個上次在講循環系統 有讓你留意過的 就是心房 排納庫 所以誰當地的 心臟 所以心臟因為這個激素 所以心臟也是內分泌的成員 所以心臟也有內分泌的功能 就像小腸那個十二十腸 對不對 內分泌在哪兒收縮素 以密素 對不對 所以它也是屬於內分泌的器官 好 那心房排納庫 基本上它會減少納離子的再吸收 所以留意它是減少再吸收 不是真的排納 因為它那個名字命名的真的不是很好 因為心房排納數 你可能會直接把它解讀為 是不是促進納離子的分泌作用 不是 它純粹是減少納離子的再吸收 而不是那個促進納離子的分泌作用 這兩個完全是不同事情 好 然後接下來 另外一個就是複甲狀腺素 複甲狀腺素應該不用寫誰分泌了吧 這個名字上這麼明顯 就是複甲狀腺素所分泌的激素 複甲狀腺素可以促進鈣離子的再吸收 但是減緩磷酸鹽的再吸收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它主要是要調節我們的血蓋 那血蓋的恆定 我們後面會有一個單獨的恆定的單元 那時候再來看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 這些激素到底怎麼去調節腎小管的這個作用 再來有兩個比較重要的架構 攪解系統 先看那個262頁這邊 這裡有兩張圖 OK 像是秋以前講過 像是秋管我們身體的恆定 所以像是秋在恆定上面管三件事情 有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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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就是鹿成本 是鄉人梅 汇沂均 不會是他管 對不對 還有呢 就是 諸 fij 協議的滲透壓的平衡 會是他管 所以要先知道了這個前提 然後可是下四丘加四丘是什麼 下四丘加四丘是屬於 肩膀 所以你去看它的位置或它的構造的組成 它是屬於中樞神經的一部分 它是中樞神經肩膀當中的一個部位 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 事實上下四丘自己 也可以產生一些激素 好 所以接下來 麻煩來了 它又是神經系統的一部分 它又代表內分泌系統的 它有內分泌系統的這個執行的能力 所以雙重角色 它是屬於神經跟內分泌的整合中樞 這給了它一個非常方便的地方 今天如果它要去調節我們身體的滲透壓的話呢 有神經系統的方法跟內分泌系統的方法 好 所以假設你現在呢 整個身體內大致上是呈缺水的狀態 口渴最明顯的 好 所以口渴的時候呢 很有可能你的血液的滲透壓會明顯上升 那白話說法是你的血液當中的水分相對是變少 也就是比較趨向高張 這樣的血液經過滲透壓的時候會刺激 先看262 左邊這張圖 最上面 好 當滲透壓偏高的血液經過下四丘的時候 會刺激下四丘的滲透壓受氣 然後呢 下四丘的滲透壓受氣 感受到你的血液滲透壓偏高 這個時候有兩種解決方法 第一個 走神經的方法是什麼 引起動機 就會引發口渴這樣的慾望 所以引發口渴的慾望呢 就可以驅動 這是一個本能 這是一個本能 就可以誘導你去找水喝 所以如果你真的 因為這樣的強烈動機 然後開始去找水喝 然後水喝下去了 然後補充了水分 欸 幾十幾分鐘 半個小時之後 慢慢的這些水分呢 開始有一部分分配到血液 所以你的血液滲透壓呢 就慢慢的調降下來 所以這時候 下四丘受到的刺激就變弱 對不對 所以你那種喝水的那個渴望 基本上呢 就不會這麼強烈了 你看 這種是走神經系統的方法去解決的 你看 再解決方法當然很好 可是 有時候是這樣子 你把時間之內不見得 能夠馬上找得到水喝 所以 比較是 馬上可以解決的問題是 回過頭來 因為他自己本身 又是內分泌的中株 所以 走內分泌的方法是 直接在我們身體內 現有的資源 衝進 瞭解 好 所以 這時候呢 向士丘 他的構造是 因為向士丘 他是越來越窄 越來越窄 下面緊接根的一個 叫做腦鎚線 然後 下四丘跟腦鎚線 有一個比較奇特的關係 腦鎚線 我們分成 斜頁 然後跟頭頁 就是前半部跟後半部 其中 腦鎚線的後葉 他是 下四丘的神經細胞體的軸骨纖維延伸下來 這是神經元 好 腦鎚線後葉這個地方 他 第一面的組成呢 有很多 來自於下四丘的神經元的軸鎚末梢 然後 這些軸鎚末梢 你往前追 他們的神經細胞本體 都在下四丘那邊 這樣 這是一個比較奇特的 跟前列來比 是這樣子 前列的話 就變成是 它是神經元的軸鎚下四丘 可是他們的軸鎚末梢 會在這個下四丘就結束 然後緊接著前列這地方 還會有自己的細胞 所以這邊會斷掉 這邊除非 可以嗎 好 然後 所以 當下四丘感受到滲透壓改變的時候 它可以去透過這一些延伸至後葉的細胞 然後釋出抗利尿技術 怎麼樣 所以 MDH 基本上呢 它是由這一種神經元所合成的 可是你去看喔 這些神經元 事實上 它的細胞其實是來自於下四丘 只是順著它自己的纖維 所以這些化學物質會在腦垂線後葉被釋放出去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強調這個字眼 所以現在後葉可以釋放下四丘所合成的激素 就是那兩個 ADH 跟垂產素 就是啟動那個分泌動作的那個關鍵的激素 所以 ADH 被釋放出來之後 回到它的名稱 抗利尿激素 我們剛剛講 它可以促進什麼? 它可以促進腎小管或極尿管管壁 對水的通透性增加 對不對 所以當腦垂線後葉釋放了 ADH 之後 接下來它就去刺激 它直接把它也劃到極尿管上面去了 所以呢 這時候呢 就促進極尿管 就是遠續消管也可以 促進極尿管 遠續消管 增加對水分的再吸收 直接回收的水分 很快的回到血液當中 所以血液的腎透壓就開始下降對不對 對 所以這時候呢 第一時間我們把那個 即將形成尿液的水分拿一些回來 然後呢 讓血液的腎透壓可以調降 等到這些血液的腎透壓調降 然後再經過下氏丘 然後下氏丘受到的刺激越來越弱 所以呢 它就開始減少ADH的分泌 對 ADH 的分泌變少之後 接下來那個回收的水分的比例就變少了 但是看 知道到什麼時候 血液的腎透壓才會回復導臂 然後 對 這一種是 因為 以它的角色來說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是神經系統 它是神經系統的一部分 所以 我可以透過一個子選 對 受器切創刺激 刺激 刺激 當腎透壓 噢 當腎透壓發生改變的時候 對受器產生刺激 這個受器 先傳給這個中蘇神經 然後 中蘇神經在決定 我現在到底是要透過行為 去解決 還是透過內分泌的策略去解決 好 透過內分泌的策略的話 就是 影響急尿管或 遠區小管對於水分 可在吸收 對呀 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像是秋 它真的是 神經 還有 被分泌 整個的策略 以它的角色的話 可以走快的方法 可以走慢的方法 好 然後 接下來 另外一個系統 基本上就會比較複雜的 噢 這個會牽涉到呢 總共幾個成分 先用一下那個文字 261頁的 調節系統的V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A A的話 比較獨立運作 就是 主要是 像是秋 有沒有透過腦垂線 釋放ADH 看能量清楚的問題 B的話呢 總共牽涉到 基本上三個主要的成分 一個叫腎素 第二個叫血管瘦瘦素 然後第二個叫全部同 好 這三個的合作關係呢 大概是像這樣子 先看262頁 右上方的這張圖 好 首先第一個 這個肝臟 剛剛講到的 肝臟 肝臟要先分泌 那個血管收縮素 這樣子 也可以加這個字 要更清楚 就是它 肝臟一開始 它會先分泌血管收縮素源 血管收縮素源是呈現不活化的 是不能工作 沒有辦法產生刺激的這個狀態 所以肝臟平常的時候 它就會預先在血液當中 預留血管收縮素源 然後血管收縮素源 什麼時候 可以開始進行轉換 變成是具有刺激的功能呢 這個要等 等 那個右上角 當血液 經過腎絲球之前的入球小動脈的時候 腎絲球前面這個地方 如果它感受到入球小動脈的血壓不足 那就會導致過濾的時候 那個血壓的落差不夠 不夠大 那這個時候 那個 入球小動脈這個地方 的管閉 有一群細胞 叫做近腎小球細胞 近腎小球細胞 它會分泌一個很重要的酵素 叫做腎素 好 然後 所以 現在呢 如果說 當入球小動脈的血壓不足 那 過濾的效果就不好 所以 最好的辦法就是 想辦法提高血壓嘛 這時候提高血壓的方法是這樣子 入球小動脈的管閉上面的 這一群特殊細胞 它會釋放出腎素 腎素釋放出來 就進入血液感中 這些腎素 可以推化血管收縮素 先轉變成血管收縮素1 然後 緊接著 再透過其他酵素的協助 轉換成血管收縮素2 總共要兩道手續 所以 到了血管收縮素2的時候 它才會變成活化型 你看齁 所以 血管收縮素原 乾燥本來就合成 然後放在血液欄部中 可是要等 等到勝訴出現之後 它才有機會轉換成血管收縮素2 好 那你現在看到它的名稱 名稱 名稱是寫什麼 血管收縮素 所以 如果我要提高血液 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所以 一個方法是 你現在看有一個比較 往右彎曲的這個曲線 血管收縮素2 可以去刺激小動脈收縮 這樣是不是血液就提高了 好 這是一個 你要直接 可以由血管收縮素2 去影響動脈的方法 透過血管收縮素2 去刺激小動脈 讓小動脈加強收縮血液就提高了 但是 我們如果要更全面性 然後 讓那個效果有延續性的話 還有另外一種策略 血管收縮素2 可以去刺激腎上腺 然後這個地方指的是腎上腺皮脂 血管收縮素2 可以去刺激腎上腺皮脂 刺激它分泌全固酮 好 全固酮分泌之後 全固酮可以去刺激軟區小環 增加納離子跟水 對於納離子跟水分的再吸收 所以這些水分再吸收回來之後 又會反應在血液的體積上面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血壓就提高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個 血管收縮素全固酮 兩個搭配再加上腎素 所以一般我們把這個 三個的合作關係稱為 AALS系統 表示這一套系統 你有沒有發現講完講去 好像根本說回到這一件事情 血管收縮素自己本身 可以刺激動脈的收縮 直接從動脈切入去提高血壓 兩道腎素魔化了血管收縮素 然後血管收縮素 接著來再去影響全固酮 然後全固酮再吸收的水分 刺激腎小管再吸收納離子的水分之後 又反應在哪裡 又反應在血壓 因為這一套系統 根本就是在調節血壓 好像都沒有在講過內液的問題 有沒有 可是會不會影響到伸展流 因為血壓這個地方 你血壓不趕快讓它調整回來的話 基本上就會影響到過濾這個環節 所以很多身體系統當中 你不能只看片面的 如果真的發生問題的話 你要去尋求這個其他的 某個發生的原因 所以大概整個調節系統裡面 這套系統最複雜的就是AALS系統 由腎素、血管、收縮、素源 然後跟那個全固酮三個合作 所形成的這種血壓調節關係 一般我們簡稱叫做AALS系統 然後這套比較複雜 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肝臟也有內分泌等功能 OK好 好 接下來第三個 心房排納素的問題 這個看那個文字 260頁下面的C 心房排納素我們剛剛講 它的功能主要是幹嘛 它的功能是 可以減少那離子的再吸收 但是事實上它的做法是這樣子 當那個文字的部分C 好 心房排納素 當我們的血壓或者是血液的體積增加的時候 常常會造成心肌 幫我改一個字 肌肉的肌 會造成心肌 不是肌肉 心肌伸張 是比較過度的擴張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就是 血壓提高或者血液的體積增加 會刺激心房分泌心房排納素 那它的縮寫是ANF或ANP都可以 好 然後 所以當心房開始分泌 那個心房排納素的時候 心房排納素可以去抑制 那個JG細胞 就是那個近腎小球細胞 好 心房排納素會去抑制近腎小球細胞 然後減少腎素的分泌 所以原來RAS RAS是可以去促進那個圓區的作用 對不對 好 可是它裡有一個前提啊 RAS的尿層症候開始啟動 取決於腎素要分泌 所以ANF的做法是 那我就去抑制 我去抑制腎素的分泌 所以血管中多素圓是不是就不膜化 所以動患不會被刺激收縮 全部桶也不會分泌 對 所以這樣我是不是就減少了那個再吸收 那就可以舒緩那個血壓 所以它是直接切入 AAS的源頭 直接去抑制腎素的分泌 但後面的動作都不做 你看嗎 所以心房排納素自己本身 並沒有直接去刺激腎小球 要留意一下喔 它自己本身沒有去刺激腎小球 它是透過誰 它是透過抑制腎素的分泌 來達到它要做的負面條件 好 所以這個ANF ANF跟RAS 基本上它是血解抗 RAS單純的作用是正向刺激 促進那個再吸收 然後那個心房排納素的話 是抑制RAS的作用 所以這就是它的那個 那個敲敲板的另外一邊 所以就是一種這個解開 好 OK 這樣我們下次就可以講成定了 你明天演講 需要不停嗎